吴尼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7月开始带您来看到由花莲省政府政风处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共同携手举办的 幸福联城 诚信传承企业诚信的研讨会 17号的下午在花莲省府大礼堂来举行 相议企业诚信及法令遵循 深化公司部门交流 花莲省府17日与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细手举办幸福联城 诚信传承企业诚信研讨会 分别就图理与辩明 营业秘密 税务法遵实务 企业标杆学习等专题进行研讨 不管公司部门连政能够推广的深入的话 那就会减少公务与企业的一个犯罪情形 那这样子相对的在检察机关证换这个相关的犯罪上面 就可以减少相当的这个案量 那检察机关也不是说为了犯正犯犯罪的存在 而是要站在这个公部门跟市部门的立场来协助 尽量就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或论坛 或是平常的不断的这个宣导 能够升职在我们公务员或是我们民间企业里面 让大家能够遵循相关的这个法定的一个规定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国防连结指数的平均 在86个国家地区里面 我们台湾是明月第六和德国同时并列第六 亚洲是最好的 那另外在这个所谓的费货风险指数的这个量册 这是在这个组织的一个组织叫Trace 它是专门政策 所谓的费货组织的一个 它公布的在194个国家地区里面 台湾民列第15名 好多风景指数在第15年 那在亚洲里面也是最好的 那这一些成绩说实在就是公司部门 共同努力的这个成果 活动就业务殡殡居的公所予以颁奖表扬 兵杖管理业务基优奖由新城商工所或特优 处林商工所及凤林政工所或优等 兵杖行政透明基优则由花莲市工所或特优 瑞瑞商工所与吉安商工所或优等 因为有前瞻或者是有关公基金 那其实在各乡镇在执行各项的公共工程的这个数量 案件数以及金额其实都比往年大的非常非常的多 然而在这个整个对于我们政风或者是我们这个廉政的部分 其实又跟我们的利益关系为立法 这个部分又推动得非常非常的落实 所以在这几年花莲市政府政风跟 无论是跟我们的这个民间单位或者是公庙单位 或者是各乡镇工所或者是跟我们各地方组织社团 其实都进到里面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宣导 连结的宣导或是我们相关事务的宣导 所以政风待会是走出这个公部门而走向民间 诚信研讨会首度与殡葬与税务议题做结合 藉由产官学界进行跨域商项研讨交流 与公司部门合作建立反贪腐伙伴关系 期盼强化公司治理与连能诚信价值 为企业诚信经营永续发展目标努力 记者长方言华林士报导 诚信研讨巨列 lam 诚信研讨